耶稣是为羊舍命的好牧人 所以约翰福音10章11节 这是我们很熟悉的 我是好牧人 好牧人为羊舍命 我是好牧人 我认识我的羊 我的羊也认识我 所以这里我们看到 很多时候我们人对神有一个错误的观念 什么观念 一个条件性的观念 就是我们总是觉得 我一定要达到神的水准 我才能够得上帝的祝福 但是其实这里耶稣要强调的是什么 这里耶稣要强调的事实是什么 这里耶稣要强调的是 他无条件爱我们的一个真理 一个事实 很多时候我们当我们没有看到 有一个好牧人这么爱我们的时候 我们是心里很不踏实的 因为我们会一直关注 我到底成功吗 我到底漂亮吗 我到底可以吗 我到底会不会蒙恩 但是当我们的目光 我们又在认识原来我们的生命 当我们无能为力的时候 甚至我们也不认识这个牧人的时候 他为我们舍命 只有当你发现有一个好牧人在你的生命的时候 很奇妙的 你的生命才会有力量的 所以 其实我们看到一个对比 这个世界所有我们以为好的东西都跟耶稣好牧人成为一个对比 这些我们看为好的东西这个世界上不是为我们死的 很多时候是要我们为他们死的 好像很多人是为钱死 这个世界上很多人是做工做的要命 为钱死 有时候我们看人家骂人的时候 你就是为钱死的人 然后有时候是为什么 为爱情死 有些人是有些人讲 傻女人为了爱情而死 为了爱情做一个傻子 然后有些人是为什么而死 有些人是为孩子死 所以说我们每次听到有些人 你这个父母为孩子死 然后呢 就是这个世界上你说什么好东西 钱也好 爱情也好 孩子也好 有些人名利 为名利死 有些人为了名利 做很多傻事 本来是不错的人 为了名利 不懂为什么突然间做了一些不择手段的东西 有一天最近读报纸 有时候会发现很多 很多吓死人 不是吓死人 就是很多暴露人心的事情 有时候看起来好像不错的人 原来为了名利的时候 为了名利死 为了很多东西死 为了享乐死 以前我读报纸的时候 发现 哎呀 有时候读的时候 觉得很可惜 有些人去旅行旅行 每次selfie 在家看那个selfie 每个人在拍那个selfie 华语是什么 自己拍自己的照 然后呢 拍selfie拍到掉下三崖 死掉了 为了享乐死 其实有很多这样的故事 你看那个 哇 好像去旅行很好啊 selfie selfie 放在那个social media 哇 每个人看到拍手 每个人羡慕他 每个人讲 哇 你勇敢 哇 你的风景很美 结果好多人 好多人 好多人 不是好多人 可能那个 因为是社交媒体 所以好像很多 越来越多这样的例子 就是拍照拍到死掉了 爬山爬到死掉了 然后 我不是说不要爬山 我一直是 有时候 人就是很奇怪 人就是早来早去 找很多的门 很多的路 很多的什么 享乐 可是这个世界 我在讲 这个世界 很多的好东西 好像是 人一直在追求 一直要的 但是最后呢 这些好东西 没有为你死 是叫你为他死的 孩子 丈夫 什么家人 什么名利 什么玩乐 有些人是 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 毒瘾也好 酒瘾也好 结果因为这些死掉了 玩电子游戏 玩得太长 不吃饭 然后死掉了 这个故事也听过了 所以 但是呢 对比是什么 对比是 耶稣为你死 很奇妙的 耶稣什么都没有跟我们要 但是他为你死 而且他不能为你死 为我死 他能够满足我们 这个世界的东西 你为他死还算了 你为他死了 还不能被满足 耶稣呢 不是强调 哎呀 你跟从我这个好牧人 你就可以乱乱生活 随便生活 但是呢 耶稣是要用一个关系 来叫我们 顺从他 不是要用律法 来恐吓我们 来挟制我们 叫我们跟从他 所以这个就是 好牧人的不一样 不是强逼我们 乃是用他的爱 所以好牧人 是因为爱 为我们死 那羊是因为爱 顺从他 不是因为怕 其实 耶稣在这里讲 我是好牧人 所以在爱里 是没有惧怕的 因为 耶稣认识他的羊 换句话说 他知道 他的羊的需要 他也会按时 供应 他的羊的需要 甚至当羊走失了 这个好牧人 也是千辛万苦的 不辞劳苦的 都会把这个羊 寻回来 所以 今天我们 耶稣告诉我们 他是好牧人的 结果是 主耶稣要我们 认识 他的心 各位 我们如果认识 主的心 不对了 那我们下面 得的感动 也不会对的 你的感动不对 下面你做的东西 就会不对 所以 耶稣要我们 认识他的心 得对的感动 然后下面 你会发现 你的反应 你的决定 才是合神心意 才不是叫你吃亏 才不是叫你后悔的 那另外 我们讲到 耶稣是牧人的时候 耶稣要我们 回应的也是 我们要问自己 如果我们 耶稣是那么的爱 他的羊 那我们 神能不能够也 心被主恩感动 也愿意 挽回主耶稣基督 其他世上的羊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